为什么做机加工的女生很少 提到这个话题 想必同行的男同胞就有话想说了 一入疏控门 从此断红尘 工厂里除了罗姆是母的 其他都是工的 更可怜的是罗姆还是工制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行业女生很少呢 一直以来 干传统的机加工的对个人能力要求比较高 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 数学基础要好 空间想象力强 喜欢思考技术问题 还要有一定的吃苦耐劳的精神 不怕脏 不怕累 敢跟机器打交道 而这些对女孩子来说 都是非常难做到的事情 如今技术在进步了 机加工的环境也越来越好 特别是做高端精密加工的行业 例如手食 医疗 汽车等精密行业 更适合女孩子来做 女孩子的细心缜密 是很多男孩子做不到的 机加工行业女孩子缺少 物以稀为贵 很多大企业 大公司都争着抢女员工 现在有了数控加工 程序一出 机器自动加工 不像以前普通机床的时候 干活比较重 累脏 现在的数控环境 很干净 尤其是做精密加工的 都是什么样的衣服进去 就是什么样的衣服出来